我个人认为它的主要优点就是能够快速出动化 好像这并不是它的优点 但是在大陆上我们的学生是在学过程但是做不了结果 就是说学生有老师来教他们学3D Max或者是玛雅这个软件难度很大 那么而且需要的课是很长的 如果用很长时间把它的建模材质灯光动画等等全学完了以后 他就要毕业了 他就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做动画片了 那么而咱们这个iPhone这个软件呢 就是直接就是奔着结果 就是奔作品而来 那么它把前面的这个建模材质灯光啊 动画等等这些呢 都由我们的这个软件的前期把它给做完了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有利于出作品 我也曾经就问过他们 比如说这个系里有65个学生 那我说好四年学下来就学你的3D Max你非常用心的去教 教下来以后有多少个学生真正到毕业的时候能做动画 他说估计三到五个了 那我说好那么你对其他的60个学生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 那么他也无言以对啊 那我们说如果我们用iPhone软件 我们应该在半个学期之内就可以直奔结果 让学生来做作业做作品 我们要是再给他花半个学期的时间去引导他 他能够做出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那你为什么就非要用3D Max 3D Max或者是Maya来教动画呢 但是对学生来说 我觉得他们还是很乐见其成的 很愿意接受几个几个软件的 特别是我觉得对工科的学生 工科学生同样有很好的创造力 也很有很好的发想 他们想做动画 可是他们真真正正的没有学识 让他们来学习3D Max和Maya 所以我觉得尤其对这种工科类的学生 那么iPhone软件是非常好的一个原理 他们这三个同学组成了这样一个队 他们在这之前都是自学的 他们这三个本科还不是我们专门教出来的 是我们告诉他们有一款很好的 这个软件叫iPhone 然后他们就自己在下面这个自学了 自学的这一组同学最参赛的时候 我们这个代理老师前期跟他们看了脚本 我觉得我们做奖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是我们的脚本的一条件 就是不像学生这个视野 是像一个鼓胎上的一个大视野 不仅对于国人能看 对于这个国语的这样的人 所以都可以看懂这个动画片 我个人觉得这个软件它除了做这种 就是文艺类的这个动画片之外 它可以拓展 我个人现在在国内也在讲 就是动画是一个大概念 动画不仅仅是Pixar或Disney 那么动画实际上它可以扩展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 因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 有很多科普类的科研类的一些项目 知识或者是概念 实际是可以通过动画和实话 还是我前面说的一句话 把纯艺术类的动画都给北京电影学院 或者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 留给他们去探讨去研究去创作 那么我认为其他类的大学在动画领域应该是拓展他们的视野 进入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里面去 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里面的很多很多的知识概念 继续可视化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动画就会走向一个更广大的这样一个领域 这样的话 中国的动画教育也不会限到目前这样一个困境 而学了动画的同学的就业也不会像现在这么难了 如果你认识到你的学校的这个办学方向 并不是所谓的培养动画艺术家的这种方向 也不是培养所谓动画界领军人物的这个方向 而就是培养一个动画的制作者或者是设计者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这样的学校 那么你踏踏实实地搞这个 培养这个软件 学好 研究好 重点是出打开的作品 变化了 最后 score 上